来 傅琪老师 他们这就是在谈恋爱 这种吵架是他们谈恋爱的方式 而且有相当一群人用这种方法在谈恋爱 他们所谓的那个谈恋爱其实是什么 其实是在做侦探 所有的事情都是在查 抠手的时候是不爱在查 人去看什么晚会也在查 我就是后来都发现了 对 你怎么发现呢 你为什么会发现 你为什么眼神一瞥就看到他在抠手了 为什么那个抠手那个动作在你心里面 能有那么大的反应和反响 能有那么多的东西 因为查不到的时候你在幻想 查得到的时候你又觉得是不爱 你觉得是不爱的时候 你又不愿意分手 你觉得可以继续爱下去 这些不是你遇到的问题姑娘 这些是你谈恋爱的脚本 你以为这就是谈恋爱 你以为谈恋爱就要这么查 你以为谈恋爱就要这么问 你以为谈恋爱就要眼神这么看来看去 盯着他 不让他接电话 这是你谈恋爱的脚本 你跟他谈恋爱这样 你跟下一个人谈恋爱也是这样 你是一座火火山 沿江奔腾 它是一阵小雨 它这阵小雨怎么交的面 你这座火火山呢 你的问题在你内心 你谈恋爱的方法不对 你就不要说了 我说春哥都说的这个事情简直 所以你们两个人 我总结就是什么 家庭教育出了巨大的问题 没有爱的教育 没有人生教育 没有责任教育 最后把你们丢到社会上 让你们去接受社会的毒打 现在恰好你们大三大四嘛 还没有接受社会的毒打 等你们被打一顿 你们就知道了 就你 一个司机考试 你为了洗澡 你可以不去参加 你有穿格子衬衫就成选了是吗 像你这样的人 在单位里面怎么待 你以后在社会上会有朋友吗 会有人喜欢你吗 这是恋爱的事吗 你们现在不知轻重 无知无畏 无法自控 好我想想吧 就这样 谢谢陆琪老师啊 我是听得真焦虑 她即使是你男朋友 她有没有权利去看其他 长得好看的女生 我问你 也有 有吧 她有没有权利发自内心的看一个电视剧 喜欢上电视剧中的某一个角色 有权利吗 有吗 有 但是就是 你也可以有啊 所以 每个人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 即使谈了恋爱 她还是独立的个体 忠诚是她要尽的义务 对吗 她只要 我忠诚于你 我没有乱七八糟的 但是我作为一个人性本身 女生也是一样的 你有欣赏美的权利 哪能谈的恋爱说我们欣赏美的权利都没有了 我看你们这关系里面太要命了 姑娘太要命了 什么是有尊严的女人 居然敢把前女友戴过的戒指送给我 你找不着男人啊 就非要跟她呀 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嘛 同样一个道理啊 你受不了她为什么你讨好她吧 四级考试 我那天有点困 我不想起了 你打游戏你怎么起得来呀 太过分了 这就这 你好好反省去吧 我建议你们两个人就此分手 重新开始生活 好好读书 没有时间了 自己掂量掂量吧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其实是像老师说的还有不是人说的 咱俩在一块的时候确实就吵了太多次架 我也不想吵我也忍不住 但是我就想着就是和你在一块嘛 后来我就觉得真的就是和你在一块确实 就是根本就继续不下去了 我也该为我自己着想 然后毕竟大四了嘛 然后我也想就是为自己以后努力一些 以前犯的那么多错 我知道是我不对的 然后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就是为以后自己的人生 就是多考虑一些 然后把为自己以后的人生做一些规划 咱俩之间经过的那些就是小打小闹也好 在你看来很严重的事情也好 我希望如果以后还能做朋友的话 咱俩可以化解那些矛盾 如果以后遇到不同的人的话 也能把那些毛病都去掉 希望各事都好 谢谢两位 你们真诚地面对生活吧 如果你们老跟生活这么开玩笑 生活一定会编难 谢谢两位 请回请 来请官们 每一个正在校园里面享受着校园生活的年轻的小朋友们 你们可以去恋爱 你们生活的一部分 但是请记住 这是你们生活新的起点和拼搏新的起点 如果你们认为进了大学就是人生 一切就到此为止了 然后就是这样混沌度日的话 那四年以后的你们也许还不如这俩呢 希望他们刚才说的那个话是发自他们内心的 而不是因为我们好像生气了 焦虑了 来讨好我们和讨好观众 希望那是他们发自内心的一个思考吧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 请开门 希望今天在舞台上四位老师的话 和我的这个情绪能够陪伴你们走过一段人生的路程 因为这样的话 可能你们会时时警醒这两个年轻人 在我们曾经的青春里面我们荒唐过 岁月匆匆啊 不能再荒唐了 希望你们通过这一段爱情 能够对生活有所认识 从新开始 祝你们奋进 祝你们享受生活的苦 祝你们在享受苦之后 能够尝到生活真正的那一丝甜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